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去的靶场位于李贾纳的北边 距离李贾纳市中心也不过20多分钟的车程 打靶回来路上还可以顺便去趟华人超市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方便的 这是这个靶场的网站 它是会员制的 实体会员卡邮寄需要时间 所以去之前要提前网上办好会员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靶场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家庭中有一个人成为了会员 那么添加其他家庭成员就很便宜 对于我们来说会比较划算 我们身边有羌生的朋友不少 但是有枪证又买了枪的就少了一大半 估计就是因为不知道哪里能玩吧 会员手机上会有一个HID技术 到了门前在这个机器上扫一下 因为这里没有工作人员 不会有人给你开门 进去以后打开这个log box 在登记本上登记你的姓名和当天所用的子弹规格 进门还有一个告示牌 这些内容也都在他们的网站上能找到 要去的小伙伴可以实现了解一下 进去以后打靶的场地是这样的 最右边是手枪的场地 然后过来是短距离场地 最左边是远距离场地 到这边来的许多大孩子都会带好几支枪 基本上要晚上大半天才能尽兴而归 大家注意到了吗 现在没有人在动枪 因为顶上的红灯亮起来了 有人去拔场里面换射击拔纸 这个时候大家必须卸下弹夹 拉开枪栓 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 好了 我们也赶快拿出自己的装备来吧 家里的枪孩子们都体验过了 现在他们也有了专属于他们的枪 这样子看起来可爱 但可不是玩具枪哦 爸爸一开始就告诉他们 要去了解枪 去合法地拥有枪 不要害怕 更不受威胁 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听懂 但是对于这个玩具 他们还是挺喜欢的 在靶场 他们懂得等待 也会安静好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原本在今年年初我报了强诊考试 但后来因为疫情取消了 等我考完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吧 谢谢大家 拜拜